惊奇的匾额 四方涌入的观众 人生鼎沸的现场 一波又一波的叫好声 这就是今天的德云社 从25年前的默默无闻 到如今的笑傲群雄 郭德纲走了半生 每当滑灯出上 望着座无虚席的剧场 一个人的身影时常浮现在眼前 他就是张文顺 作为德云社的元老 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将后半生的心血 倾注在这块牌匾上 作为郭德纲的望年交 他甘当绿叶 为新生的剧团保驾护航 年少为爱放弃前途 一生为信仰 甘冒万险 他是一个真的将日子过出滋味的人 以至于写下千言 都不足以道出老爷子 传奇人生的万分之一 今天就让我们聊一聊张文顺 探究他背后的故事 北京曲艺团大院内 庄严的办公室内 传出一阵嘈杂声 望着眼前满脸铁精的张文顺 曲团主任瞎了一口杯中的茶 冷冷道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要么趁早断了 不然就等着卷铺盖走人吧 望着身旁盛气领人的领导 张文顺冷笑道 玩去吧 三嘞 一边喊着 一边迈步走出房间 全然不顾身边 指指点点的众人 等他夺步来到大门口时 望着墙上挂着 北京曲艺团牌匾 他蔑视的摇了摇头 背着手拂袖而去 不久后 一则张文顺因谈恋爱 被团里开除的消息 不禁而走 传得沸沸扬扬 东街金铺的张公子 为了一个女人 放弃了到手的铁饭碗 每当他来到茶馆时 总有人拿此事取笑他 望着众人看戏的模样 他自我嘲讽道 那些跟我一起的小屁孩 12岁不让谈恋爱 我都20多了 难不成让我憋着 按照他们的活法过 我受不了 此地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凭着祖上传下的家底 再加上自身的天赋 这个曲团弃儿 在北京的商场上 混得顺风顺水 不久后 俨然打造了一个自己的商业帝国 饭店 都办过 180远古 4000米的饭店 活成交流 当年那个航天桥 那个水鱼城 水鱼美日城 他干的 前门大街 这一趟街的改造是他做的 前门大街 都他干的 一半装修 是我看 前门大街 第一个电地 是我看 第一个锅炉 是我看 第一个锅炉 是我看 大企业家 挣的钱 都拿来 请说一下 吃饭 没听清楚这句 挣的钱都请说一下吃饭了 但每当寂静无人时 他总是习惯性地哼唱几句戏文 对着镜子回忆当年学艺的日子 也许是冥冥之中 天有注定 当财大气宿的张老爷子 带着满心的欢喜 找寻到郭德纲时 望着台上一穷二白的家伙 他找到了久违的感觉 就这样 两个失忆的人 在三杯茶净度后 净成了忘年交 老话说 白头如心 青盖如故 看着眼前落魄的郭德纲 听着他三进北京城的故事 老爷子突然笑道 我说怎么瞧你顺眼 感情咱俩是一类人 望着眼前俊瘦的老先生 郭德纲疑惑道 哪类人 把相声当命的人 不久后 人们惊奇地发现 郭德纲的身边 多了一个身形销瘦的张文顺 凭借着对相声的痴迷 两个人在闭泽的茶馆里 说着每段两三毛的相声 每当郭德纲入不服出时 张文顺总是倾囊而出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 这个幽默的老小孩 陪着郭德纲 走过了最黑暗的十年 那时的社团 如一夜孤舟 飘摇在风雨评词的相声界 比起台上的嬉笑怒骂 暗地里的疾风渐雨 更加的令人难防 每当有人寻衅滋事时 面对这些凶神恶煞 张文顺总是一副薄命的样子 边挥舞着拳头 边立声鹤马的 有本事你上来 咱爷们单挑 望着眼前张牙舞爪的老爷子 众人无不经恶 老爷子 你就不怕伤到你吗 看着郭德纲担忧的脸 张文顺总是笑着道 伤到我算啥 我是贪心他毁了咱们的相声 不久后 随着日子的好转 德云社也迎来了新生 当积极无名的郭德纲 成为众人眼中的相声大师时 曾经门可罗雀的剧场 也早已人声鼎沸 望着眼前早已病魔缠身的张文顺 郭德纲忍着心里的痛 又声道 老爷子 过几天就是你的七十大寿了 你想怎么办 我想收图 临走前也开支散叶一把 看着老头脸上的微笑 郭德纲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天 德云社众人齐聚民族宫 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 张文顺来到舞台上 看到台下久违的观众 心里百感交集 那天老爷子在上台前 特意摘了氧气罩 只没把最好的样子 带给观众 望着古兽灵循的老爷子 众人无不潸然泪下 那天的张文顺格外的兴奋 像一个孩子般 收到了心爱的玩具 满眼都是笑 不久后 这个冒迭之年的老人 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当张文顺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 整个德云社内 传出无力的哀号声 望着身边早已成累人的郭德纲 十年王会哽咽道 咱们一起去送老爷子最后一程吧 那天 德云社停业七天 只没哀到这个可爱的老人 当郭德纲走到张文顺的照片前 望着四周摆满的晚帘 他沉痛道 没有老爷子 就没有德云社的今天 说霸气不成声 不知过了多久 他起身来到晚年前 饱沾浓墨 鼻走龙舌尖 上连道 东海风气 悲公移去 空于恨 下连道 西山落日 挨栽两字 不堪文 横批 瞿书英豪 写霸又是一阵哭声 我们常说 人生得意知己足矣 张老爷子的一生 快意洒脱 魏红颜 干净放弃锦绣前程 魏理想 不离不弃 失之不渝 魏朋友 两肋插刀 无怨无悔 可谓是人中完人 每当夜幕降临 望着锦绣灿烂的剧场内外 回首望去 往昔的日子 一幕幕闪过 那天阳光正好 当郭德纲来到身前时 望着这个浑身抖擞的男人 拱手道 我叫郭德纲 老先生如何称呼啊 我是张文顺 刚才的太平歌词 唱得不错 有空聊一聊啊 不远处的舞台上 几个孩童手拿指扇 嬉闹着学着伴想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